当红女明星在宴会中突然反对 冲向洗手间剧烈呕吐起来 神偷手早已埋伏妥当 假装服务员照顾她 趁机偷偷摸摸 价值上亿的项链被轻易偷走 这就是最高级的白嫖啊 大姐在外面支走服务员 神偷手见服务员路过 将项链丢入餐具中 看似随意实则最为妥当 项链就这样被送到厨房 等候多时的厨娘也是同伙 只见她眼疾手快 把餐具沉入水池中 在水底下拿出项链 再用水龙头冲洗一下 装作自己要上大号离开工位 潜入机关四伏的洗手间 这里已经被她改造成工作室 各种工具一应俱全 珠宝师深吸口气 打开灯后掏出项链 拿出钳子 将项链拆解成多个手势 两个保安在洗手间外 看见出来的女明星脖子上光秃秃的 大惊失色 命令立即封锁出口 对所有人进行地毯式排查 珠宝师在洗手间内忙得不可开交 眼看保安走入厨房 就要靠近洗手间 管理监控的脏便姐发出讯息 让大姐急忙启动备用方案 后台姐收到命令 她将项链艳挺从水池中拿出 告诉众人已经找到丢失项链 这一下将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了 危机解除 珠宝师也松了口气 将拆解好的手势交给神偷手 装入衣兜 转交给美女们 当宴会结束 各路名人纷纷离开 这个盗窃团伙中的美女们 各自带着珠宝师拆解好的手势 光明正大的走下红毯 自然会在丢失后被珠宝商送去鉴定 果不其然 很快就被人发现 这条失而复得的项链是艳品 珠宝商请来调查员 要查清楚真相 大姐因为有案底 很快就被找上门来 不过她早已做好准备 提供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大姐灵机一动 还找到了一个合适不过的替罪羊 那就是大姐的前男友 大姐曾因为前男友的栽赃入狱 前男友又高攀上了女明星 如今风水轮流转 是时候报仇雪恨了 大姐将项链上最闪的大钻石取出 在宴会上 假意与前男友爱美 塞进了她的衣兜中 并且把蛛丝马迹都安排得滴水不漏 暗中引导调查人员的注意 好事做到底 大姐还把对应的赃款 打到了前男友的账户中 这样一来 前男友哪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也代替大姐进入监狱 过起吃喝不愁的狱中生活 不过这样一颗钻石被舍弃掉 也意味着 每个人瓜分下来的钱财就变少了 大姐当然不会让大家失望 她打开了冰箱 里面摆满了琳琅满墓地珠宝 大家都惊呆了 这节目还真有一手 就在珠宝丢失时 所有的保安都被派去搜查人 大姐不会白白浪费这样的好机会 因为宴会上还有那么多的珠宝展出 她将早已经准备好的所有宴品拿出 和辽机杂技哥一起越过监控红线 把宴品一一用来替换掉真正的珠宝 如此偷粮换主 美女们都能够拿到至少三千万 大家的辛苦和努力都没有白费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当红女明星突然破门而入 来到美女团伙的秘密基地 美女们都惊呆了 这个看似愚蠢的女明星 竟然也是自己人 女明星的确不是真的蠢 她早就发现了接近自己的人 多有蹊跷 中途便识破了这项盗窃计划 这个缺少圈内朋友的女明星 长期身边没朋友 得知有这么一团伙人在搞事 她不甘寂寞 也要来掺一脚 顺便交交朋友找乐子 女明星假意丢失项链 一直在配合演戏的她 从未知商下线 反而发挥了演艺生涯最好的演技 在地毯市搜查开始后 她还故意拖延时间 让大姐和辽姬有足够多的时间 来摸索更多的珠宝 女明星和保安们大谈自己的委屈 实在是吃坏了东西 才不小心弄丢了项链 保安被女明星迷住 还和她挑起了情 她真正做到了瞒天过海 摆脱了任何人的怀疑 看来真正的高手都擅长伪装成猎物 不过这一切都在大姐的掌控之下 她早就接纳了女明星的加入 不然大姐栽赃给前男友的钻石 也不会神不知鬼不觉 就出现在前男友的衣柜里 最初女明星被盯上 也是因为大姐知道 这条项链的即将展出 几十年没有打开过的项链 就要攻之于是了 但是机关重重 大姐急需一个团伙来分工行动 不过她刚从狱中被释放不久 刚在假释官面前说完自己的忏悔 下一秒就盘算着如何盗窃项链了 真是死心不改呀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大姐就算刚出于两手空空 也能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场 满载而归 解决好吃穿住行后 大姐的脑海中浮现出盗窃团体 第一步 她找到多年老闺蜜金发姐 搜集到宝贵的情报 当红女明星将出席一场盛大的宴会 如果能让女明星佩戴项链出席 那么她们必然有机可乘 接着她们找到了服装师 以便说服女明星成为她的服装师 在买通报社后 报纸上的报道添油加醋 女明星被服装师哄骗得很到位 被洗脑成功的她 认为自己就应该佩戴那条项链出席 下一步 服装师在以参观的名义 见到了西式项链 并三番两次地用智能眼镜扫描 因为她的小动作太多 差点就要被珠宝商识破 大家齐心协力 终于将项链给成功复刻下来 有了以假乱真的作品 在付诸行动上又有了难题 宴会现场那么多的保安 还有监控系统 需要一个精通黑客技术的人 脏便捷就是他们需要的高科技人才 她先是制作了 让人无法抗拒点开的网页 再侵入宴会监控系统负责人的电脑 趁负责人被可爱狗狗门话时 脏便捷已经拿到了监控系统的图标 在目标地点洗手间外面 设计好监控盲区 这样即使后期在查监控 也找不到嫌疑人了 偷摸走项链需要极高的手速 刚认识神偷手时 她表面是个不起眼的女孩 但她拥有一双精妙的手 神偷手在与人握手时 就能一边笑着寒暄 一边顺手将人家的手表耐入囊中 她连大姐的项链都敢直接顺走 这逃不过大姐的火眼金睛 大姐相中了她 因为在盗窃团伙中 能有这样一个神偷手在好不过了 至于珠宝鉴定师 她对珠宝比对人还了解 她便是负责拆解项链的 随后大姐又搜罗来一位后台姐 后台姐的车库里满满当当都是单车 说明她的盗窃能力不减当年 但她对丈夫只能谎称 这是做微商得来的 除了偷盗的基本能力 后台姐的情商极高 和宴会策划员相谈甚欢 很快就顺利走好后门 拿下了宾客座位图 这就如同极其梁山泼好汉一样 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只需使出杀手锏 就可以召唤西式项链了 大家开会说出计划方案 各自献出想法 一切准备就绪 项链也如约被护送至女明星手上 盗窃团伙的美女们各就各位 今天大案一触即发 金发姐伪装成女明星的营养师 来到后厨 在食物中加入谢药 这盘碟子被端到女明星的面前 她丝毫没有察觉不对劲 闭眼享受美食刺激味蕾 后台姐掐准流程 呼叫神偷手就位 在洗手间中假扮服务生 并准备好专门解开项链的刺帖 当各路名流带来喧嚣与关注 当红女明星在红毯上亮相 被摄像机一顿咔咔拍照 好戏的序幕就这样展开了 不出所料 谢药的威力发挥得足够及时 让女明星不顾形象地冲入洗手间 大姐也以这是女洗手间为由 拦下了想要保护项链的保安 随后女明星的项链被顺利摸走 她也亮明身份加入团伙 大家都拿到了巨额财产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珠宝师在法国相亲喝下午茶 服装师经营起自己理想的服装店 后台姐将家里的车库做大做强 脏便姐打起喜欢的台球 神偷手终于可以在大房子里 自由自在地滑滑板 金发姐更是逍遥 把机车的油加满 随时开启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 女明星成功转行 成为圈内优秀的女导演 撕掉了从前无脑舆论女星的标签 都说三个女员一台戏 当八个美女共演一场戏 只为一件西式项链 亮点也频频爆出 堪比女版十一罗汉 每个美女都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她们或许是负债累累的失忆女青年 或是声称已经金盆洗手的家庭主妇 参加这次合体活动 美女们的初衷是为了赚钱 正如她们聪明的头脑所料 计划被安排的仅仅有调且精巧 才得以逃出天网 她们都已改原来憔悴的面貌 容光焕发 她们不再只是母亲 妻子 不再只是被标签化的女明星 她们能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放飞自我 而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重新定义自我的价值 开展未来更加广阔的事业 不再是埋没于平凡生活的高手 美女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做着她们真正想做的事